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在第二位的是BIN BIN这支股票 我们之前也推荐过了 上涨幅度是5.52% 目前报价是1.9% 那么排行第五的是LYC 是稀土板块的稀土矿 目前收盘价格是2.73% 所以说综上呢 昨天上涨排行前五中的澳洲200指数中的股票 有三支是我们之前推荐过的 有一些股票呢 我们说是下跌了之后很难再涨上来 但是有一些不错的优质的股票呢 是下跌之后 只是一个短暂的回调 那么之后呢 往往会创出新高 甚至创出历史新高 所以说我们在选股票的时候呢 就要选这些有价值投资的 一些有前景的公司去买 这样的话 我们说它的股票呢 就像我们之前听过的一个预言故事一样 一个富人路过一个贫苦的这个农村家庭啊 算是吧 之前我们中国在古代经常会有这个一些天灾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这个富人看到这个贫困的人家呢 就会去送给他一些金钱和一只奶牛 然后一只这个一些母鸡 还有一些小麦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哎 富人又路过了这家农户 结果发现还是日子照旧 然后依旧是比较贫苦 然后呢 这个富人就会问这个农户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农户回答她说 她是先把这些钱都花了 然后装修了一下房子 之后呢 发现没有钱了 又把这个奶牛给杀掉了 又把这个鸡和麦子都给吃掉了 所以说呢 日子又回归了平常 我们在做金融投资的时候啊 我们就说 大家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企业主 或者是一个这个地主 那么大家在经营自己的财务 就像是经营自己的企业 进行自己的这个庄园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去养这个奶牛 相应是我们在养自己的资产 那么买股票呢 就相应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股票的分红 或者说是其他金融产品 每天的我们可以收到的股票的 或者是金融产品上的利息 那么都叫做这个奶牛 我们可以说是母鸡在下这个蛋 那么这些呢 都是作为我们现金收入的一部分 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啊 最近第二个问题就是 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过去了 还是没有过去 为什么现在全球央行都在不停的降息 我们知道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接连降息之后 美国也释放了降息的信号 从此打开了发达国家降息的大门 那么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我们都知道全球各个央行各个国家 尤其是欧洲 那么都开始了新的一轮这个印钞 那么大家在当时比的不是谁的GDP 或者是谁的经济实力更强 而是比着谁的印钞机数量更多 那么很明显在08年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全球世界的格局又发生了变化 当时呢 是哪几个国家胜出了 是美国 中国 澳大利亚胜出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和中国的钱主要是放在了投资领域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预言故事 而不是去把这些印出来的钱去消费掉了 而欧洲和日本之所以会失败呢 欧洲很明显啊 大家要把高福利赚的钱 或者是印出来的钱 全部拿到市场上花掉了 花了就没了 而不会再产生现金流 但是中国和美国呢 都是去做投资了 尤其中国在08、09年之后 印出了这个4万亿人币 把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直接是从全球二线水平 拉到了全球第一梯队的城市 这个规模 包括搞大搞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所以说带动了中国的整个产业链 以及房地产行业 进而拉动了中国的经济 进而拉动了澳洲GDP 澳洲的矿业和澳洲的房地产 所以说呢 我们在国家层面 或者是个人层面来讲的话 我们不太担心这个金融危机 到底是来还是没有来 而是担心我们手里的粮够不够 应对金融危机 那么国家和个人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呢我们要吸取之前 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各个国家的一个表现 而目前为什么日本比较惨呢 是因为日本啊 目前是全球负债比率最高的国家 没有之一 就是全球负债率最高 所以说呢 在日本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比较困难 主要还是因为20年前 房市和股市的泡沫比较严重 之后呢 房市这个股价基本上都是腰斩了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澳洲的房市呢 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也很难像过去20年一样大幅上涨了 因为上涨之后呢 可能未来三年之后呢 政党呢就不再是自由党了 对吧 就像我们最近上次大选看到的企业国是一样的 工党差一点点就上台了 所以说呢 工党之后的政策呢 对房市必然是不利的 所以说房产呢 不像股票 可以挤买挤卖 那么我们要看的比较长远一点 所以说在未来的资产配置里面 能够在快速的或者是短期内变现的资产呢 集中资产的价值会更高 而如果是需要长期才能变现的资产价格 那么它在市场的需求就会降低 那么最后一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有八点钟的网课 目前呢 网课始终保持较高的中确率 包括之前呢 1275美金 黄金呢 是推荐上涨 那么目前呢 黄金的涨幅也比较高 另外一个我们是6月23号啊 有大型的活动 是财年 半年的一个6月23号 在Glanweberley 大概规模会有300人到400人左右 也邀请了 差不多一共是四位嘉宾 主要的内容是股票 以及宏观经济的投资 在下半年 我们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和新的策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